今天继续给大家录视频 看看我们的架子已经搭成什么样了 架子已经是起了一层 一层两层三层四层五层 已经起来五层 五层的架子已经起来了 总共是七层 一直一通到顶 最上边可以 因为拿去不方便 可以当存储货物用 最上边一层 我们也看了很多别人家的超市 它们都是这样一通到顶的架子 最后最上边当储存货物的地方用就可以了 今天呢 我主要是 我的活是这个 这个是这个 就是 把这个 这些 水果架子 这两个水果架子 旁边的挡板 架枫条 这挡板架枫条 我要给它都封出来 昨天把那个 大架的枫条 基本都封了 都那个 大架的枫条 基本我全部都弄完了 现在就剩下 最下边这一层 的枫条 没有做 等我超过把它补上 今天这个 大架子做完应该没问题 这就是 工作 就得一点一点的做 昨天那个师傅 把上边这个 昨天师傅 昨天上玻璃的师傅 把这块的那个尺寸已经量走了 他们很快就可以上玻璃来 继续干活 今天争取把这两个架子做完 应该是差不多 好 我就开始干活 明天能过来上吗 明天能过来上吗 啊 哪天来上来 哪天来上来 玻璃处理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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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玻璃处理 对你两碗尺寸回去给那谁 给 对 对 不是 那到时候你跟他联系就可以了是吧 我跟他联系 我跟他联系 完了到时候你 他告诉你你来上来是不是 这对角线也要凉 他把指定是两边的高度都不一样是不是 差一个吧 行 对 对角线都得凉 就是做的比较精细 四个边都得凉 嗯 嗯 对啊 他这鞋呀 他鞋的话 你 你对角线一出来就 就干了 鞋都就找出来了哈 是 没有 那 所以 真的 呀 中文字幕——YK